大家來講一下,因為我這門課程是從函數慢慢推進到VPA 然後跟雲端、巨量資料的相關處理 的一個應用 那我的名字吳清輝 如果你Google的話應該也可以找到 或者你Google吳老師 我的這個連結會是在那個吳老師的關鍵字 的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吧 前幾個應該都是我的 OK,那我沒有買 廣告,所以如果你查到這廣告的話應該就不是我的 OK,你可以搜尋一下 另外的話呢,大概我說明一下,我們這門課是 我目前上課的課程 裡面是算最低階的 最簡單的 因為我已經沒有在上那種 什麼一次有入門的 因為那已經 慢慢發現了,大家應該都會了,所以如果 我是良心建議啦,如果你自己真的在這方面不太OK,我強烈建議你要花時間 因為如果你再不花時間,以後你工作真的會 第一個就是說,你會發現人家都很快做完 很 悠哉悠哉的就可以下班了 那你還在那邊 很辛苦的不斷在 埋頭在那邊做很多事情 你其實會覺得 為什麼會差那麼多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在技能上面 還有專業上面你沒有提升,真的還是要做學習的動作 因為這個東西不會自然而然你就會了 一定要學習 而且這種東西,你說真的,你自己看書學 我跟各位講,除非你是天才 我發現坊間的書籍 那些書真的是寫給已經會的人看的 真的 你 像我就同意 拿出來給我老師 是不是 我說 比較適合我 他要老師乾脆送給你好了 那我就很不好意思就把他接受了 我說我 不然我就 回去看一看,我把重點告訴你好了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不然說真的那些東西 真的還是會很多地方,如果你本來不會的話,你看半天還是不會 那我只是,我們這門課最重要的就是,我乾脆把最關鍵的地方,你應該學習的地方,直接就告訴你就好了 你也比較不用走冤忘路啦,OK大概是這樣 否則的話,你光自己在那邊摸索,我看 可能摸索的時間會非常的長,第一個,第二個你的挫折感會非常的大 再來你可能會非常排斥啦 然後我盡量,我是建議啊,你要很愉快的學習 學這種東西不要有壓力 OK 因為其實說真的也沒有那麼困難 對的話 就對了 你也不要亂try 最怕就有同學 自己那邊亂試亂試,試到最後發現 會懷疑人生,懷疑這個世界 其實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黑暗的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的 很多事情 對的就對了 他沒有那麼多的什麼 什麼淺規則 沒有啦 電腦很 很正常的 只要你方法對,就是對了 OK,你也不要想說會不會需要 去廟裡求個服貼他,或者上面放個乖乖 我覺得那好像都沒,最重要是你做對了就好了 好,而且也不用鑽牛角尖 所以盡量我在這門課程 提供給我已經整理好的東西啦 所以我們這門課程其實擺在哪裡 其實擺在這個位置 所以也是未來 你可能需要再學習的 目前是最簡單的 是這個 其實未來可能還需要從這邊到這個 那這邊的話還可以再把它延伸到架站 另外的話可能還需要做一些 認證的動作 當然 這個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這門課程 大概會 底下就是先我自己簡介一下 需要哪些書 課程的簡介 然後五大函數 這個五大函數就是我們範例裡面的 這個 剛剛講的 也就是一個對應關係 那我的時間分配 可能就是 總共 10 10 次上課 所以也許一次 大概就是 一個單元也許大概就兩週兩週吧 也許有的多有的少一點點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的分配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 這門課程主要的目標 希望怎麼樣 重點 就是說 提高工作效率 自然你就不用加班 不用加班是消息面 積極面的話是工作可以很愜意 這個愜意的一個境界 恐怕 這種需要 你要到那個境界的時候你就了解了 什麼叫愜意 因為你的專業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你在工作上完全 就很easy的嘛 那其實你早就已經都做完了 那些事情你就已經ready在腦園 只是說你可以 不用急著馬上給老闆 或者你老闆也不希望你那麼快給他 因為他希望你再慢慢咀嚼一下 或者 你太快給他他還以為說你 你是不認真做 也許你可以慢慢做 OK 那你要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的話 相對的你需要培養什麼 一個VPA的專業技能 就我們這門課希望的目標 OK 然後呢 另外就還可以增加職場上 你的升遷 還有轉職的籌碼 OK 如果說你覺得這邊做不OK的話 其實至少你還有籌碼 此處不留 自有 也 處 你可以到處去嘛 你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印LINE在這邊 而且你會發現如果跳槽的那個 這個薪資的 提升的程度好像更高 我 幾個學生也跟我提到 OK 然後呢 大概至少你要學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至少你要熟悉 內建的各 各種 各類別的 這個 總共 有250幾個 函數 他想說 250幾個 其實不是叫你用背了 因為函數 他有一個固定規則 你要學習是 如何使用函數的規則 也就是你即便沒用過 你看上面的說明 你就會用了 OK 不是說你預備他沒有必要 OK 你就看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有些函數哪怕 我從來沒用過 我大概看一下 我大概知道給他什麼 他就給我對的結果 大概是這樣 OK 另外呢 還有就是說 再延伸出去 如果 在Excel裡面 沒提供的函數 你就有必要 自己去寫VBA 那VBA基本上我們這門課 你至少要 學會VBA的兩種形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什麼呢 所謂的SUB 另外一種是Function OK 那這有什麼差別 其實SUB 就是 將來可以對應一個按鈕 也就是你按鈕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爆表 圖表全部都做好 Ready 或者是一鍵按下去呢 自動把 爆表圖表自動做好之外 還可以自動寄給需要的 那一些人 自動他們就收到了 OK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按鈕有沒有 對應到就SUB OK 那什麼叫Function Function實際上就是函數 也就是說如果 Excel裡面沒有提供的那個函數 你把它寫出來 你用VBA寫出來就知道 制定函數 那裡面有的就內建函數 OK 那裡面有的就250幾個 OK 然後呢 你如果他沒提供給你那個Function 那你自己可以寫 那就要自定 自定函數 就叫 自定Function 那VBA基本上就是這兩種 OK 那那個 錄製聚集 錄下來的東西 其實錄下來就是SUB 這個 OK 所以 錄製聚集 將來也可以 產生什麼 對應的按鈕 按下去 他會執行 那就是SUB OK 聚集基本上就是什麼 Excel他內建的功能 幫你把你 你做的滑鼠鍵盤的動作 把它轉成程式而已 但是有的時候因為你動作 他幫你轉的程式 基本上是比較沒有 調 也不是沒有調理 他比較 不會顧慮到程式的精簡部分 所以錄下來的東西也許 一大堆 可是程式其實只要寫三行 他可能錄下來可能錄給你30行 那你乾脆自己寫算了 那之後怎麼 怎麼做 也許我們會用實際的案例 教各位怎麼去做 OK 大概我們按部就班 所以怎麼樣去錄製聚集 OK 錄製聚集 也有一些訣竅的 不是隨便亂錄 OK 一般是 錄製 錄製就有點像那個攝影 camera 你錄製 你要先彩排一下 OK 有像人家那個你沒看到人家上節目啊 一定要先裏一下 裏一下就是你要先彩排一下 不然的話呢 你那個run一定run不順嘛 所以呢 錄製聚集一樣 你要先什麼 先彩排 就是你把你等一下滑鼠鍵盤所有動作 先裏一遍 然後再開始錄 你不能說 要錄NG了 重來 對 你NG 因為呢 只要你做一個動作 他就會產生對應的程式 那當然你做錯了 會不會產生 也會產生 OK 那需要不需要 所以怎麼辦 NG要重來 OK 然後再來的話 你要看懂那個錄下來什麼東西 你才有辦法再去延續 如果有些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先錄下來 然後再去修改 很多時候就可以這樣 漸進的喔 不會寫先錄製 會寫自己在哪來改 所以你要慢慢增加你會寫的部分 那未來 可能慢慢就不需要錄製 因為其實你都會寫 但剛開始如果你都不會寫 那沒辦法你先錄製吧 反正至少可以跑 可以產生按鈕 按下去呢 你的椅子好像會動了沒一下 OK感覺好像 已經 有沒有 已經有讓你那個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像之前有遇過同學 問他說你為什麼來上課 因為我身邊的同事都會做按鈕 我一個都沒有 人家一堆按鈕按下去都會 跑都會動 他一個都沒有 所以他一定要來學這個 OK 所以這門課 我會教各位怎麼去做按鈕 然後其他的話一些技巧 等等的底下 按部就班的分別完成 所以這個大概有個目標 然後 再來的話我是誰 我跟各位講吳老師 其實 細節我想不是那麼重要 反正你Google一下 上面 那其實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其實主要我剛開始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分享的心態 然後我寫了蠻多的分享文章 一個部落客 其實我剛開始只是很 純粹分享 純粹自己把一些 事情記錄下來 這整個東西 然後呢 這個一些單位就找到我 希望我可不可以來上課 我想好啊來分享 就這樣因緣際會 就不斷的 各地方都有 開這方面的課程 那 其實大部分我都被動的 OK 我也不是主動說我來求職 沒有 我只是被邀請來這邊上課 OK 所以其實 另外當然我在網路上有很多的影片 OK所以其實如果你在網路Google一些VBA東西 應該很容易找到我的東西 也不是很意外的 因為很少人像我有錄這麼多影片 我youtube上面影片超過一萬個 OK 應該也很難 有人會 不過我那個影片都是錄上課的東西 我沒有做很多的像youtuber 那麼認真 還上字幕 所以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你的 影片 怎麼都不上個字幕 我當然很希望上字幕 那問題是打字幕比上課的時間 還更多 如果說那你願不願意幫我上字幕 如果願意的話 你現在好像有那種 如果你願意他好像可以把影片 什麼什麼協同 就是出來然後你可以幫我打字幕上去 OK 這也是個方向 只是我影片太多了 好 那 再來的話呢 這是我的一些簡歷 重點就是 我曾經 我youtube訂閱人數大概是兩萬八 好像 然後我曾經擔任過 有創業經驗 曾經擔任過執行長工作 也得過經濟部的 創業楷模的獎項 然後在 原製 東吳 有上上一些課 然後 其他都會得一些獎項 諸如此類的 那我自己是從 1997年 擔任工程師 也是寫程式的 最早接觸的也是跟那個 VB 以前叫VB 那VBA是Application 是For Excel 所以我對這東西 應該認識的時間也非常久了 超過20年以上的時間 然後也拿了一些獎項 之前也頒過一些獎給我 像卓越貢獻教師 OK 然後 最佳人氣獎師 OK 然後也拿過趨勢先鋒獎項 然後也拿過相關證照 那我的證照數量也超過30張 好 那不是重點啦 不過主要還是希望 要 拋磚引玉 其實有的時候 你要能夠證明的專業方法很多 反正就是做就對了 那我比較相信 看得到的東西 遠比你 空口說白話 來得更去 數字是可以說話的 OK 因為我的觀看次數 訂閱人數 其實 當然 也是一個指標 OK 也就很多人說 為什麼那麼容易找到我 是不是我有買廣告 完全沒有 但我會很認真的去把每 只要我 做過的事情 一定就是要把它收錄起來 哪怕是聲音影像 或者是寫一些東西 所以 你們也許可以Google吳老師 你可以看到我部落格 因為 不過現在部落格好像也有 更新 因為 前一陣子是有出國玩 我連出國玩我都喜歡自由行 然後呢會把每一個 細節都記錄下來 就把它拿來跟寫程式差不多 去規劃我的任何一個旅程 而且不能有bug 如果有bug的話我還要debug 真的瘋了 真的瘋了 沒有 這把 不過這樣生活 也有去的地方 也有無趣的地方 OK 不過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可以過自己喜歡的 就像你寫程式也是一樣 不一定每個人寫出來程式都一樣 OK 另外的話 要參考用書 大概會有這一本 這本其實你們不用買 因為它裡面有468招 也就是說 裡面有468個範例 如果你要成為 Sale的函數達人的話 你把這本書全部練 都會的話 那你應該 就差不多了 46 那這本書你們不用買 因為 好像 這邊會 有一本指定用作 會給你們 但這本書有個缺點 就是他只有講函數的解法 他沒有講VBA的解法 這本沒有VBA 那怎麼辦呢 像我會 自己拿他的範例 我用VBA再解一次 也就有些東西太複雜 乾脆寫VBA算了 你用函數 反而還更麻煩 而且每次要重做 簡單的事情 函數OK 但複雜的事情 我強烈建議你用VBA就OK了 那慢慢的我們漸進的 後面會舉些例子 讓大家了解 其他的話還有像這些書 也許這講義裡面都有 你們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比如說什麼呢 這個也是有 突解 超突解也是有VBA基本 基礎講座 那跟各位講 這些書 他們的優點就是 理論都講得很漂亮 講得 應該很完整 但是呢 你照著程式打不見得打得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是這個課程就補強就是 你看完了 但是你程式打不出來沒關係 我們就是教你實做就對了 不是說理論不重要 所以理論部分 你們應該看得懂 請各位自己再花一點時間吧 把這個書也許再看一下 如果你沒那麼多時間 沒關係 把我上課的範例鏈熟 然後再思考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先從 第一個 後面的話呢 我們有五大類函數 所以今天的話 先從第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開始 那 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就開啟 那個範例檔 的這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首先解答 解決哪一個問題呢 綜合練習裡面的這個 手機的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非常簡單 就是把後面這三欄的資料 變成 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這邊過來的 應該是09 11 然後一槓 要三嘛 所以要補什麼 084 不能84 那7的話變成007 那問題來了 那你要怎麼做 那最笨的方法就是 突發煉鋼 突發煉鋼自己打 0911 然後一槓 那打到下班你都還 沒辦法做完 而且像這個東西 可能客服 人員啊 每天都是幾萬筆的 那你幾萬筆 你就慢慢來 你可能到下班都做不完 所以呢你一定要用 會用對方法 有什麼方法 所以我們也許這個範例 大概第一個你要知道有沒有什麼 對應的函數 把它帶到公式裡面 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也許用錄製劇 也可以啦 如果你每天重複做的 重複做 你用錄製劇 但如果你 不只是我講過 不是只有 錄製劇 你可以自己寫VBA 那自己寫VBA怎麼寫 所以也許我們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再來跟各位做說明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 待會的話呢 第一步 我先把那個範例檔案裡面的文字與資料函數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這個範例 然後打開之後 想想看 他在 應該是 E欄裡面的手機這邊要把 結果給做出來 那當然我這邊沒有 一定要你怎麼做 你可以想各種方法 反正我們 求的就是一個效率 OK 所以工作裡面 當然 最笨的方法就是用 土法鏈鋼 那有沒有比較聰明一點的方法 應該是有效率的方法 試試看 然後